我首先要代表行政部門 表達對於我們全國產業先信 在過去數十年來 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 所做出的重大的貢獻 每一年我們行政部門 跟我們全國產業公會 座談會裡面 我們所聽取到的建言 其實就是政府部門 所急需要 去不斷的激勵自己 更加改善的一個主要的憑藉 我也會要求我們行政部門的各部會 對於每一年所看到的 這一些建言事項 一定要非常認真的去面對 剛才許理事長在致止的時候 特別提到最近 大家都十分關切的高雄氣爆事件 這件事情除了我們在第一時間 發生之後 當天深夜的一些救災之外 行政院在隨後的這一兩個禮拜裡面 所一再的責任各相關部會必須全力以赴給地方政府最大的資源 我向各位先進保證 我們一定不會分中央跟地方 既不會有外界所講的藍綠之間的一些口水戰 也不會有中央跟地方之間的推諷 除了這個 立即的救災跟重建工作之外 很多人關心的就是高雄的石化業 會不會將來有什麼樣重大的變革 經濟部呢 還有我們的相關像工程會等等 我們已經開始有一些復案 那麼在這裡因為還沒有完全成熟 所以我會等 也許下個禮拜在開完會之後 再向各位先進做適當的報告 這一次氣爆事件意外 發生了另外一個人事上的變動 就是各位所熟識的 張家族、張部長辭職 這樣一位優秀的部長離去 我覺得是國家的損失 而不是只是我個人的損失而已 所幸我們在跟張部長的討論之中 也很快獲得一個共識 就是我們決定由原來的政府市長 杜子晶、杜市長來接任 我也非常希望 未來各位能夠以過去支持 張部長同樣的心情 以為台灣的經濟發展 來共同貢獻心力的一種想法 來繼續支持我們的經濟部 新任的杜部長 我們希望 台灣不管是有怎麼樣的人事變動 或者甚至於政權方面的一些變化 我們的經濟的角度是絕對堅定不移的要走下去 台灣哪一些事情該做非常的清楚 我們要自由化 我們要國際化 我們要鬆綁我們一些過時的 拘泥的法規 我們要想辦法解放民間的創造力 讓我們的各行各業 能夠更加的發揮他們的實力 那麼只有這樣子 台灣才能夠永遠保持我們的 經濟上面的繁榮 以及社會上面的多元和諧 同時我們也期待 各位先進 能夠不斷的給予行政部門 在及時的時候 一些鼓勵跟指教 讓我們可以把手上的工作 做得更好 能夠不斷的嗎? instrument